出家人不好 破戒 造作种种物业 他穿上这个衣服 剃了光头 外面走了一趟 你知道他给多少人 阿赖也是种了佛的种子 这别人做不到啊 这个他真的是记得了 那他造作的窩呢 窩当然有窩吧 这是肯定 那自己的因果一定是自己成当啊 他纵然躲在窩道里 遇到善知识 他还是很快人 回头很快人 这个好像是太上感人片里头 有一个公安 说一个出家人 不熟轻规 造杀到阴亡 他一个师兄修得很好 当然他跟师兄就不能相处 想方法谋害他 有人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师兄 他师兄连夜就逃了 逃到一个深山里面去修行 在山里都不出来 修得很好 这个造作物业的出家人的时候 过了几年呢就死了 死了就躲到出生道 躲出生道的时候就变成一只老虎 躲到老虎台 那么以前跟他发生关系的一个女孩子 还有一个当中帮他联系的 也是个女人 这两个人都堕落了 一个是投了猪台 一个投了狗台 那么就遇到从前 他这个师兄 他师兄修得好啊 师兄修得不错啊 也很有道恨啊 有一天看到老虎 要吃这个猪 吃这个狗 他知道 他一看就清楚了 马上制止 就叫他的名字 你还在找我 你前身害了人 你今生还要杀他 这个老虎一听的时候 他真的就一下醒过来 就乖乖地不动了 那他师兄告诉他 你自尊业了 你要受过报 你好好修行 念佛 求生见度 这老虎听话 老虎从这一天起 就不吃肉了 吃素 吃素以后 几乎就饿死了 他真的 他往事 这一个猪一个狗啊 也有灵性 也知道后悔 在庙里面呢 跟着大众在一块修行 这个善根 我们知道 不是一时啊 过去修行 应该有很多事 他才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躲着畜生 他胎里头 被人一点醒 他就救 他立刻就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